就請到這個家凱 這個高鴻安是郭台銘的愛將 柯文哲的子弟兵 到底干朱立倫什麼事 朱立倫這個這麼急著要跳出來 法律一定要還給這個高鴻安清白 那據說這個就你的瞭解 紅伴是不是內部真的對於這件事情 是有為辭或者是不滿的 那而且坦白說 朱立倫去去干涉這個民眾黨 柯文哲的這個愛將高鴻安的這個官司 那他到底有什麼資格對別人祭黨祭 他都去支持別的黨的 那所以當然今天有傳出來 包括了這個南投縣的這個副議長 然後包括了這個徐耀昌 說到下一家國民黨好像說都要處理 雖然現在也沒看到有什麼動作 可是以朱立倫的這種狀況跟表態 他有資格去跟別人祭黨祭 但現在也有人講 朱立倫才應該被祭黨祭 你的看法呢 第一個我還是先說支持恢復特徵組 誰說的侯友宜說的 支持恢復特徵組侯友宜說的很重要 所以我要強調兩次 先說我是侯友宜的發言人 所以我沒辦法去幫朱主席 去做過多的解釋 但是我還是要同聲 你沒有辦法阻止朱主席 沒有我沒有辦法去幫他 那句話去做一些過多解釋 但我可以說 等於說他是看到 為什麼恢復特徵組 等於說恢復特徵組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的民眾 或是很多的徵組 他對現在的很多避難 你說是爭議嘛 剛剛人就跟你說 你就是說是爭議 但是你沒有辦法 因為你要去調就是按鈴聲幹嘛 所以恢復特徵組 很好辦法 去把這些沒有露出來 或是已經有露出一點點頭的臂 把它查清楚 查得水落實出 所以要支持恢復特徵組 那你支持舒立倫力挺 這個不用報特徵組的成績 你現在就可以到地方法院 你甚至去警察局 你都可以報案 對 所以我看林根人 他那時候壓力很大 那選舉還要去告發 真的很辛苦 所以要先給他一個讚 再來我要 我還是要重申 國民黨跟侯友辦公司立場 等於說我們還是要尊重司法的程序 不是 你們會不會怕這個侯友宜變零跟人 第二 絕對不會 我還要把我的肩膀 朱立倫都去挺 沒有 我把我的肩膀挺起來 因為我們一定會挺起肩膀 走到一月十三號 這是不會變的事實 這是不會 我要再次強調 等於說侯友辦跟國民黨立場 很清楚 我們也發聲明 也對外說明了 等於說尊重司法程序 今天高宏安或是其他被告 如果真的是清白 那最後司法也會還他一個公道 再來我要說一下 剛剛提到四十六萬 今天剛剛大家都說了 金錢不分大小 貪污就是貪污 但是現在還不能說是貪污 因為法官還沒判決 所以我們只能說疑似貪污案 所以我覺得今天 針對郭台銘說的四十六萬 這個金額說是只有四十六萬 難道我就想問你去 因為過了今天 大家去拜陳皇爺 難道陳皇爺會覺得四十六萬 不是貪污嗎 難道國安公會覺得四十六萬 不是貪污嗎 講忠信 講誠信的 難道會分金額去判斷 會不會是貪污 我覺得不能這樣說 再來我覺得我還是要建 因為我是南投人 我要先跟南投副議長 你可以有感而發 那我想有感而發 等於說今天 我對你那篇臉書貼文 我有另一類解讀 因為我覺得你是提早的發願 幫國民黨團結我們 國民黨其他人 讓我們更堅定的來支持侯友宜 所以我覺得吃素是健康的 現在就可以吃 因為我們認為 我們也相信侯友宜 會在明天一月十五號 勝利的獲選 因為副議長講說 這個侯友宜也一定選不上 選上的話我就吃素 而且再來 因為謝玲能知道 原本是支持郭侯佩 或是郭柯佩或是柯鍋佩 但是先又幫他連署 我還笑一句話 既然已經退黨了 那我們就不是一家人 已經離家住了 但是家 如果你在外面受到委屈了 受到風寒 吹到受傷吹到感冒了 這個家永遠歡迎你回來 好不好 不過你說這個一塊錢也是貪 你說法院也都還沒有判決 但是問題你們朱主席已經講了 一定要還給高鴻 親白 感覺上他好像這個民眾黨的發言人 這樣子 你們現在內部到底是怎麼看朱立倫的這個表態呢 其實沒有 今天媒體 今天媒體就有爆料啦 就是說這個侯盡 侯辦這邊是不高興的啊 我們沒有不高興 很怕變成林根人第二啊 絕對沒有不高興 所有維持沒有到不高興 沒有到不高興啦 就是大家對一些意見都會有一些交流 所以絕對沒有不高興 我們跟黨官或是智庫那邊交流都是順暢的 那這個年化你怎麼看囉 這個朱立倫這個表態嘛 那其實坦白講 侯盡辦這個不滿傻眼也很正常啊 因為真的怕變成林根人第二嘛 又不是沒有前哲之間 到現在朱立倫的說法 就像你剛剛講的嘛 都跟林根人講的都還不一樣呢 林根人真的情何以堪啦 當然這個柯文哲還有這個郭台銘 他們現在到底是誰在轉移焦點 去查這個幫酒廠的案子 去查那個幾千億的案子啊 所以這個所以怎麼樣 高宏安這個就算他有犯錯 就不算犯錯嗎 所以你怎麼看喔 這整個的這個狀況 而且現在朱立倫出來 這個表態之後 對於國民黨內部來講 坦白就像剛剛講的 今天說什麼要對什麼 許耀商這些可能會記黨記 到底怎麼幫他們記黨記啊 主席自己都這樣啦 不是你對啊 所以我說因為黨主席 帶頭去給其他政黨的縣市首長送溫暖 在他被起訴之後 這個政治動作是什麼 這個動作其實很清楚 你看佳凱都說立南安就知道 這個動作其實很清楚嘛 就是他其實用一個動作在宣告說 國民黨的人對高宏安這個案子 手下留情不要碰 很簡單嘛 而且你看朱立倫昨天是 他的發言的動作 比柯文哲還早 對啊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又齊 是奇怪啊 這感覺那個稿子已經準備好了 就等著地檢署一開完記者會 我稿子就丟出去了 這麼迫不及待 柯文哲還昨天早上還沒有回應 是下午才臨時舉辦記者會 很鄭重的去回應 所以朱立倫這個算計 其實非常清楚 好既然你要這樣算計 那那是你國民黨自由 那請問 你憑什麼處理徐耀昌 對 你可以力挺民眾黨 那為什麼我不能支持郭台銘 對不對 對 那你更沒有道理 那個處理潘一全 那南投那個副議長 對你更沒有道理處理他 因為潘一全說 我誰都不停 我就是不停侯友宜 但是郭台銘 柯文哲我也都不停 那請問 那國民黨要黨計幹嘛 這黨解散算了 真的 就你這個政黨到選到今天為止 就像我剛剛講 你已經變成民眾黨的附水組織嘛 你第一個 你沒有主導議題的能力 第二個 你都跟著民眾黨去打 這個不管是在行銷上 或是在選舉上 你永遠只能當No.2 你不會當變成No.1 那選總統當然要第一名才會當選 第二名第二名沒有副總統可以當朱立倫醒醒 不是第二名可以當副總統 真的第二名就是沒有嘛 對 所以整個選戰策略是錯 我知道金普通很努力 金普通前一陣子為什麼手段這麼殺法 他先把內部安定下來 可是金普通手段在殺法 他殺不了朱立倫啊 那你怎麼辦 現在是黨主席帶揣頭在那裡亂啊 那你要侯伴怎麼辦 侯伴怎麼能跳出來 叫呂家凱出來說譴責朱立倫嘛 那家凱也只能很無奈 去幫朱立倫解釋啊 而且高雄安的這個案子 對於藍白未來的選情 到底有沒有殺傷力 對白的到底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 那現在朱立倫跳進去的目的是什麼 難道說對這個 你怎麼評估他對藍白選情的衝擊 他對白的殺 他對於朱立倫為什麼跳進去 其實他很簡單 就是我要結合所有在野力量 去打民進黨 他就是他朱立倫在賭一件事 就是選民臺灣多數的選民 對於民眾黨 對民進黨的討厭程度 遠勝於這些事情的總和 所以如果如果假設 他這個假設是對的 那所有的這些高雄安的案子都不重要 因為我更討厭民進黨 我要他下臺嘛 朱立倫在賭這個 但是呢這個 他這個賭會不會贏 現在看起來 現在看不太出來 但是我覺得很快就可以慢慢陸續 這個選情會越來越明朗 所以朱立倫在賭這件事 可是為什麼我說他笨 就是說你在賭這件事的時候 你別忘了 萬一這件事情是扣分的 你們各打五十大板 國民黨民眾黨各打五十大板 萬一這件事情是加分的 民眾黨拿八分 國民黨得兩分 那請問你這個算盤是怎麼算出來的 對 那當然朱立倫 他的他一定有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就他的私心嘛 我只要立委贏就好 總統我早就放棄了 真的放棄了 他真的放棄 你看他最近的做法 像是有認真要服選總統的樣子嘛 對不對 人家跟著他到處走 就趁飯吃嘛 哈哈哈哈 他就我覺得朱立倫 他只要我立委 只要三十五加一 我就沒有輸嘛 我黨主席就不用辭職嘛 那總統選輸呢 你金普聰負責任嘛 從朱立倫找金普聰 就從金普聰到侯伴 當執行長的時候 那一刻開始 我就已經這樣研判 我說朱立倫已經放棄總統 他只想救立委嘛